上次我们讲到400年的这个海军的发展史 然后今天我们还是请那个周洛来跟我们讲 就是我们知道现代的 原来我们讲都是原从前的这个近代的这个海军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这个海权 它的霸权的话主要是美国的海军 这近100年来和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些未来 所以我们就想看看这个 这近100年的这个海军 美国的这个现代海军的这个建立里头 它的精神 它的这个理论基础 它的经典和它的实践里头 它是怎么样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起来的这个过程 这个美国海军它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humble的 因为在1783年它独立的时候 它几乎没有海军 那它是授予各州 有各自成为一个海盗叫Privateer 就是帮他们州政府去抢英国船 然后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那慢慢慢慢才有一些海军 从这个海盗船长变成海军船长 然后他们慢慢发现 美国不打仗了就开始要做贸易 那这贸易的船只出去的时候呢 经过地中海跟大西洋沿岸的时候 会被北非海盗夹持 去抢了 然后要赴金 那美国人就觉得这影响他们这个一个海洋这个贸易 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海军来对付这些海盗 所以在1794年的时候 国会就授权六个州建立六条的快速的护卫舰 那这六艘护卫舰呢 所以保卫它自己的海岸线 不是保卫自己的海岸线 哦 还是要出去的 出去去追海盗 然后 还是远洋的 远洋的去追的 所以这六条船要做得非常好 嗯 那美国人各州的花了三年时间就做了六条船 那你那个 你刚才提到说你刚从这个东海岸 那个旅行回来 里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先返号的 巴斯顿海港上的这个 对 我们这个做cruise 是是是6支船 对 献宝号是其中的一个 是唯一硕国仅存的 剩下一条船 220年了 它还在 1797年 220年了 1797年下水了 然后到今天为止 1797年 哇 已经差不多 差不多220年以上了 然后它这条船 现在还有50个现役的海军在维护它 它还在出海 不出海 它在港里巡游一下 然后放放烟火 然后这个波士顿港也不是大 也不算小 对 它就是在港里造一圈放放炮 放放米炮 还是很壮观 那条船有三个桅杆 那很壮观 而且维护得非常好 作为一个象征 作为一个象征 海军象征是美国 才是现役的船 哦 是现役 还有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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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个船就是 是美国的这个精神 这个象征美国海军的作战精神 对 那它的有一个绰号叫 All Iron Side 就是我们中国人翻译就是老铁皮 因为它是铜墙铁壁一样厚在当时 1800吨的船跟它一样快的打不过它 它炮装的比较多 那比它炮多的船 重的船追不上它 追不上它 所以它是 它能躲能跑 能躲能跑能挨得起打 它也能骤人 所以它这个船就是很难跟它打 所以在1812年的时候 它跟英国有一次战争 白宫还被烧掉那一次 对对 1812年 1812年白宫还被烧掉 它就跟英国船遭遇过三五次 再把人家打沉 它自己还跑 它自己没有事情 结果英国海军部下令说 以后碰到美国船 不可以一对一的挑战 要成群解打才可以对付它 所以这个对英国人来讲很羞辱 那这是美国海军的战斗精神 那这六条船呢 那这个船 你是说它的特别处就是它 它是两层的项目 但它在力学上 它把这个重量分配了 它转弯半径特别小 因为以前的船炮装在两旋 所以所有水手都跑一旋 开完炮以后马上要船要掉个头 掉个头来用一旋的火炮来对付你 那如果你掉头比人家快的话 那你的威力就很大 那也就是说这些船的 像它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科技 就在当时这肯定是一个 当初是高科技的 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 对 对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中文说 赛先生 德先生 这些赛先生的话 是看来这个就是说在这些军队的这些 就现在军队上是非常体现非常明显的 对 不能只看它能够跑能够打 对 科技的成分在后面占得大 非常占的 在当时是非常老奇 那美国海军当时呢 因为美国在大西洋这边 那所有的欧洲的战事跟它都远离的 所以它等于是孤悬海外 它对它来讲没有什么大的威胁 对它威胁最大的就是海盗 所以它坐这六条船对付海盗就够了 所以它一直到19世纪为止呢 它在欧洲海军是默默无名的 那它的海上的现代的远洋 远洋控制能力是怎么建起来的呢 它是1890年的时候有一个马汉先生 那马汉这个是一个上校 他在美国一辈子 他是一个上校 是海军官校1859年毕业的 他是个教官 他是个教官 他爸爸是西点军校的教授 他没有听他我爸的话去上西点 他就上了海军官校 然后呢内战的时候在这个牧船上面服役 就是帆船上面服役 然后后来美国人做了铁甲舰跟蒸汽船 他是舰长 派在南美洲 那后来海军官校的 那以前有一个海军的美国的先进的 这个叫海军少将叫鲁斯 那个鲁斯后来想请他来建立一个海军大学 想请他来做这个讲海军理论 那这个鲁斯后来自己调到 调到这个北大西洋舰队是当司令 就把这个马汉上校调来做这个海军 海军这个内战学的这个 这个President 安纳巴勒斯的 是不是在那个学校 不在安纳巴勒斯 在好像在纽英格兰 纽英格兰 在纽英格兰 可能在 可能在 Porsmouth 还是在 就是从中间纽英格兰的一个趟 那他那个时候 最有名的就是1890年 他发表了一篇 这个因为他以前读历史 读海战史 发表一篇就是说 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 马汉海权论 对1660年到1783年 这个是 这一本书出来 马上洛阳只贵 因为他有系统的分析 当年英国海上 这个帆船时代崛起的时候 英国人跟荷兰人的冲突 英国人跟法国人的冲突 英国人跟西班牙人的冲突 把这几个强敌一一打败以后 建立起了英国的这个霸权 也就是说 原来的海军史 它是总结了原来的 这几百年的 上千年的海军史 对上千年的海军史 然后提出的一个 新的一个理论 新的一个理论 它的理论 分析海权的建立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说 路权会被海权压制 这也是很新的 就是当时是很新的一个理论 因为那个时候 所有的国家 欧洲国家都是陆权国家 对 陆权国家 像苏俄 不 那个时候叫俄罗斯 俄罗斯 法国 还有德国 普鲁斯 通通是陆权国家 对对 英国的陆军小到不能再小 它孤权海外 但是它控制了整个欧洲 然后它控制了整个海外殖民地 就变成一个海权 那它就把它做出一个结论 它说这个陆权制不了海权 海权可以制陆权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 陆权制不了海权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下不了海的话 你就受制于别人 对对 那它第二年呢 对对 它能够受制于别人 也是因为 就是近代海洋 海洋的这个航行使 带来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利益 平时是贸易的利益 那暂时是 它是一个海上封锁 对 它封锁人家的贸易 封锁人家的生命线 对对对 所以它等于说是自己货物可以流通 可以让人家造成货物不流通 它就是它们最重视的两个事情 就是马汉提出了两个理论 一个是叫做舰队的决战 就是它要把集中阻力舰 然后跟人家海上决战 另外一个就是海上封锁 那封锁分两个部分 在帆船时代叫做静岸封锁 就是我船停在你看得见的地方就封锁你 那后来到第一次大战以后 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因为有潜飞艇 有飞机 它不可以在你海岸旁边封锁你 它就叫做远岸封锁 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它放在封锁 对 也就是说西方的 它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些战争 还有这些竞争的话 它从这些几百年来 它就一直在竞争 然后就发展出这种 这种海上的这种控制的这种能力出来 并且海上作战这种能力出来 这都是近代这个 就列国竞争体制下才出现的这些 对 因为他们原来建立海军没有一个准则 也没有一个人提出来一个理论 像陆军他们有个 德国有个克劳塞维茨 有一套陆上战争的原理 马汉是第一个提出海上作战的原则 还有很多原则 因为它总结历史教训 虽然它提出来这个理论的时候 是根据它帆船战术提出来 但是很多事情还适用于现在 就是说你要稍微把它修正改进 就是你不能死咬到它理论 它有理论的精髓 它有理论精髓 像我是觉得 我是自己先看了所有的海战史 所有的东西 回头才看到马汉这个东西 回头再看就觉得很有意思 你觉得它讲了每一句话 你看到历史再来看 对就觉得它讲的很对 因为它分析很多地方讲的还蛮准的 你就从来没有想到有这种规则 你没有办法总结一个规则 它给你一个规则 对这很有意思 因为像马汉的话 他像你讲的 他也是根据历史 就是用历史的这些线索来提出一个它的理论的 像我们知道就是老罗斯福 他也是他写1812年海战的时候 他也是都是用历史的这种方式来总结出一个 就是总结出一个海军的这些建议和发展的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两人就认识了 认识以后他发表海军理论的时候 老罗斯福受他影响 知道美国海军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 一个他要控制海洋 控制海洋 美国是两洋 一个是大西洋 一个是太平洋 那如果他要调军舰队的 要绕到南美洲河温角过来 3000英里 旷日废时 所以马汉的理论说 我要在巴拿马挖个运河 所以老罗斯福后来会去巴拿马盖运河 是受马汉的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 那时候美国人海军 常常在太平洋上防行之后 有经过夏威夷 那马汉是说 理论是说 我们要抢到夏威夷才能防守西海 所以在1890年左右的时候 美国人就把夏威夷经过暴动 把夏威夷国王推翻了 然后就把他纳为美国的属地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里边的 对 所以很多国家马汉的理论出现以后 引起海军的很大一个变化 等于说是像德国那个时候 1890年的时候 是凯瑟尔·威尔·二世 跟他的一个海相叫Von Terpins 他们两个人就是拿马汉的理论 向国会要求建立一个大海舰队 就是德国人建一个大海军 要跟英国人对抗 然后扩充海外殖民地 那德国人就一直就是死咬的马汉的理论 就是专注于这个舰队决战 可是整个第一次大战 那个德国人仅次于英国人一样大 第二大的这个舰队 他地理位置不对 他被锁在北海里头 他都归缩在港内 从来不敢出去挑战英国人 出去几次冲锋锋锋回来 那1916年发生过一支日德兰海战 那是全世界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 最大一次海战 结果没有一个 两边的主力部队没有正式接触 接触一下就各自就跑了 所以没有一个结果出来 结果德国人这个舰队 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成了一个负担 最后德国人陆军在弗兰尼战场上 并没有打败 海军在港里头没有事干叛变 所以最后德国人要求停战 是因为海军叛变才导致的结果 所以这个德国人就是 发落马汉的这个东西 没有学到精髓 然后德国人因为他的地理位置也不对 然后再加上 德国人忘了马汉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训 就是一个国家 你有陆军跟海军只能选一项去发展 你两样同时发展 两样都不行 因为太花钱了 太花钱了 对 那个时候的这个 就是大部分国家没有这个财力 没有这个财力 那马汉的这个就是海权的理论 它的主要的精髓 像你讲的是主力舰 主力舰集中 然后跟人家进行舰队决战 然后抢到制海权 这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理论 但是他当时 他讲的舰队决战是根据 帆船时代的舰队决战 那你要把它修正以后才有用 像日本人咬着马汉的理论 建立了很大一个舰队 一直到第一次大战 日本人还是要舰队决战 可是美国人从来就没跟他舰队决战过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前车艇 有飞机了 所以美国人跟他几次决战是航空母舰的决战 航空母舰的决战 就是说日本人养了一个很大的主力舰队 也养了一个航空母舰舰队 最后航空母舰舰队败了 主力舰没有用了 浪费了 那美国人也是两个部队 但是美国人很快就发现 这个马汉的主力舰队决战 但是主力舰队不是以前的战斗舰 是航空母舰 所以美国人全力发展航空母舰 所以就是美国人他会修正 他会修正 看得出来 还有英国海军也是根据马汉的这样 也是建立了很大一个舰队 因为英国是麻烦是在 他的部队要留在欧洲本土 防卫他的这个门口 所以他其他各地 各地他的这个就要派一些小船出去 他有很多殖民地 所以他每个地方他都要保护 那结果德国人潜水艇出现以后 他一直没有建立护航队制度 也是受了马汉的影响 因为马汉的这个理论里面没有潜水艇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 所以英国人的反应就慢了一拍 所以后来到1917、18年以后 他才建立护航队的制度 这准时才变小 这也是没有完全把马汉弄懂的一个原因 真正把马汉的这个制度弄得很完善的 是美国海军 是他们自己还是 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因为马汉的两本书 一本是第一本书是讲1660-1783年的 第二本书是海战的历史 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 从1783年一直到1812年 就是拿破仑战争的时候 因为拿破仑战争是一个英国跟法国的对比 但是经过1805年的这个 Trafalga海战以后 那奈奥森把这个法国跟西班牙军队打败以后 拿破仑要征服英国的希望就没有了 所以拿破仑就把这个注意力送到北方去 所以去1812年他就进攻俄罗斯 所以就惨败 所以后来拿破仑就四围了 所以马汉也是根据他们的正常战争的 第三本书他写的是1812年 英国跟美国在海上的冲突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宪法号 他这件事情印证 所以美国海军受到马汉的影响比谁都深 对1812年的海战就是老罗斯副总统开刑了一个 他也写过一些东西 但是老罗斯副总统因为是他对这个 因为他对这1812年海战的重视 所以他对马汉的理论是全来介绍 他是非常理解 理解以后 他当总统以后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舰队 叫做大白舰队 叫做Gray White Fleet 大概有17条主力舰 他下令全世界航行 对对对 那个电影很有名的电影叫The Wind and the Lion The Lion and the Wind 他里面有一段讲这个 摩洛哥的事情 对对对对 那个电影是1975年的电影 很有意思的一个电影 如果大家在老电影上可以找到的话 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罗斯副的镜头 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这些对白 这些关于美国精神 还有美国的性格还有很多 那个电影虽然今天看是很古典的一个电影 但是拍的非常好 而且那个电影是我来美国看的第一部电影 印象深刻 1975年的时候 那个电影拍的相当不错 我到今天为止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他回演的时候 还是会坐在那边看一遍 我大概看过七八遍那部电影 对对 我就看过一遍 对对我很喜欢因为里面有有一个就是他 他讲了很多就是就老罗斯福的这个大棒政策 什么的就当然就是老罗斯福大棒的话 当然他不是说光是拎着个大棒 像一般的漫画里面拎着大棒全世界赚的话 他是他的这个海洋舰队的话 他是叫speak softly 就是我先是用外交的这个东西 他这个电影里面反映了很多呢 他先用外交努力 外交努力不行的话 他马上美国的实力就出来了 他马上军营军事 他是讲walk with the state 他不是说见人就打 对对对 不像我们以前东北人看到韩国人叫高丽棒子 因为高丽浪人拿个棒子见到中国人就打 是这样的 这个来源 那个才真是小棒政策 那个是我就是听我的一个东北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对对对 是不是真的我没有办法正式 对对对 但是但是老罗斯福总统用这个就是用一个这个大的一个 就是那个世界巡航那个舰队 还有这个就是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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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大棒政策外交跟这个军事一起上的这个政策 确实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现代的美国 对 那原来的这个美国 因为美国美国到他那个时候工业力量 已经非常强大 那在经过马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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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这个推波阻力的话 他可以跟国会要求一个款项 国会会支持他 对对对 然后这个造成的后果是到今天为止美国都深受其力 对深受其力 还要因大国的建立 还有我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老罗斯福总统的话 他自己的话你想他写了很多书 这历史的书 这像1812年海战 他这个写的书当时20多岁的时候在哈佛图法学院写出来 学生写一本这个书然后成为一个经典 这个然后他们都对这个海洋跟海军的这个理解 然后这个就是这些战役 这些美国这些战役 然后最后建成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大白舰队 不管他当时有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这个舰队对于美国的现在海军的这个全球巡航能力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起步 他的他的职儿就是小罗斯福 他也是海军助理部部部长 所以他们等于说是两代人都是跟海军有关系 然后所有小罗斯福的副官五官都是海军军官 所以他是一个深受海洋的这个传统的 所以他为什么跟丘吉尔是好朋友 丘吉尔以前做过海军部部长 所以他们两个人很对位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很多事情 但是你知道因为像美国的话 他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是两个大洋作战 一个太平洋作战 还有一个是大乡作战 太平洋海战是非常厉害 我们是以后也要请你再讲讲这个太平洋海战的事情 但你想大乡海战两洋作战 就是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这种 这就主要靠巴拉马运河 所以他部队可以调来调去很方便 因为他是先是欧洲战场打吧 然后以后几乎才是在欧洲 他欧洲主要是德国人的海军实力不大 所以他不需要放很大的建立在日本的海军实力 日本的海军比德国海军要大很多 所以他把大船通通几乎放在太平洋 就是航空母舰都放在太平洋 然后他要调兵的时候需要的时候 他就从巴拉马运河调回来 那个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很 因为当时是1904年时候发生的事情 里面所以也是讲到巴拉马运河 还有这次摩洛哥的人质 因为人质绑架的事情 他就设置到美国怎么样去调动他的舰队 怎么样到非洲去 怎么样把人质救回来的问题 救出来的问题 然后不断地提到巴拉马运河 因为这当时很大一个事情 我记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这次就出现日本的大使五官 或者五官的一个镜头 里面也是讲到很多太平洋政策方面的 这个电影就是影射了很多东西 就是把那个时候的东西全部影射出来 那时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大家都是殖民地主义都是炮建政策 炮建外交的时候 那你可以从那个时候可以看出来很多 那个电影把当时的背景讲得很清楚 对对对 如果你对那个时代背景不了解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在里面 对对对对 如果你懂这个背景的时候 那电影就非常有意思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的电影 这是一个经典 对 然后对 他当时也是讲到 他老师罗斯福是非常有意思一个人物 他是非常intelligent 就是非常有知识 有非常聪明的一个 当年跟那个就是 威尔逊的这个竞争也是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第一个国家公园设立 就是网罗斯福的东西设立 对对 黄旭公园就是他 对黄旭公园 他下了一个设立 这里面有一个狠狠 对有一个狠狠 因为人家在那个地方 打了一只熊 做了一个标本给他 这一个狮子 所以他这个 他才就是他喜欢 看那个电影里面 他对着那个熊 做出一个指示出来 就是可见这个人物 非常有意思一个人 对 就是就像你讲的 他这个 在 在耶路斯东的这一段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白 嗯 美国的精神的一个独白 对他完全是 中雄精神 完全是中雄精神 对 那这个我们后来讲到这个 这个 马汉的这个理论里面呢 他马汉这个理论里面 还有几个要件 最重要的 他认为是你的地理位置 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从英国他举了一个例子 英国他在一个中央的位置 嗯 所谓中央位置就是 他站在中间 他不要去很远 他可以控制你的要害 嗯 像人家进出欧洲 经过北海 要进欧洲 要进大西洋 要经过英吉利海峡 嗯 他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口上 嗯 他就控制你 然后他 根据所有国家的贸易路线 他可以控制 都要经过他的海门口 然后他附近有很好的港湾 嗯 跟这个基地 嗯 那另外他自然形态呢 他的海岸线非常长 就是他自己的 自己的海岸线 他跟别人 他跟任何一个国家不接界 对 所以他的人民只有向海外发展 对 所以他不可能经过陆路造别的国家 他就自然而然走向海洋 对 那他大小呢 他的大小也正好 他人口跟大小成比例 就是说他就是 这个人口呢 他也够多 对 所以他变成一个自然资源也很够 因为当年要做帆船的时候 嗯 他有森林 他也可以伐木 嗯 然后他有铁矿 煤矿 后来变成蒸汽机 要烧煤的时候 嗯 船是钢铁做的时候 他也有铁矿煤 所以他也可以 有这工业基础 可以就是造船 再加上他的民族性 喜欢冒险 喜欢冒险 这个也造就发生 另外一个政府的政策 嗯 他政策是长期支持向海外扩张 嗯 就是保护他的贸易 保护他的贸易 保护他的殖民利益 海洋这个海洋扩充 那所有的人民呢 如果在英国本土没有很好的事情 上船做水手 因为早年上船做水手 是很玩命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嗯 开始说医药不发达的时候 很多人在船上 因为没有新鲜的水果 跟这个维他命C 得了坏血病 对对 很多人是这样子 后来英国人才发现 柠檬 嗯 跟这个Citrus 这种东西 可以就是说 对 补充维他命C 不然在海上他们都 蔬菜水果 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 就没了 那他们就会 因为船上吃的是腌肉 嗯 因为没有那个 新鲜的蔬菜水果 也没有的杂设备 嗯 所有东西都是用盐烟的 对对对 那那个水 这海上的 非常辛苦 就不像我们看到 游轮上的生活 不是 那跟我们坐游轮 就跟一样 不是一般 一百多年前的 这个海军的发展 不是一般都能够吃得下来 没有现在的海军那么舒服 现在海军舒服了 对对 那他这个 当年他就是有几个 这个地理条件讲得非常非常好 那你现在去看 很多很多地方 像俄罗斯 为什么他想做海军做这么多年 他无法变成一个海洋大国 因为他出路受人家限制 他从波罗的海经过 要经过那个丹麦 对 进到北海 那个地方很窄很窄 对 丹麦可以很容易封锁的 这个波罗的海 另外从土耳其 从黑海出来 波斯普鲁斯海峡也是很难 对很难出来 然后他出来到地中海去大西洋 直播罗陀也控制在英文人手上 对 在英文人手上 对 这种种的海峡 就是一个 对不同的海峡 那我们现在我们在东方 我们讲的是麻六甲海峡 麻六甲海峡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要进 应要从那边走的话 那不如从巴西斯坦 从缅甸那边进印度洋 一路一带 对 现在已经有那个答案 对 如果做成功的话 很容易就破解海洋的封锁 对 那这个是比应要从南海那边 跟美国人冲突 对 要便宜得多 对 要便宜得多 也少一些冲突 对 但是要建成一个海洋大国的话 这还是需要 这个 这个 这个废日持久 然后要建立一个大的海军 海军的投射能力要这么强的话 因为现在就是说 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美国这些海洋舰队 控制这个 世界这些这么多的这些 就是海峡 还有这个各种咽喉要塞 这些这些 就是世界这些海陆 几乎都是被 美国海军来控制了 对 那你要是在那边 就是说你想要说 你的商船 或者说你的军舰 商船要只有出入的话 都不太容易 你跟它是友好的时候 它会 对 它会保护你 而且它不会限制你 所以你跟它有冲突的时候 它很容易在这些 我们在英文上讲 叫choke point 就是 就是它可以在那个点上 把你给困住 因为它 你看它平时没事 其实它的卫星监控系统 它的整个海洋巡逻机 全部 跟潜水艇全部在里头 这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有一次我在Stanford 有一个演讲的时候 他就里面讲到说 当在说到中国 就是说这个 因为中国主要是出口能力 你的出口的这些货物 这些船制的时候 他就提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就是说 中国的这些 对外贸易的这些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成就 什么的 这些航行 商船的航行 都是因为美国在七八十年代以后 跟中国 就是实际友好的 这个政策以后 它来允许你的 你的商船 就进出这种海峡 然后进出这种水路 我当时都听到 我就觉得有点 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 我说我以为海上 就随便可以走 对 就跟那个 你以前听的说 此路是我开 此山是我栽 收买路前 就是说你跟我友好 我就让你过 我让你不过 你就过过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 没办法 你控制在人家手上 对 包括你刚才说 卫星是什么天使 对 它这个等于是 无孔不入 它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对 然后它这个布局 布线 已经布了大概 一百多年了 没有现在大概 有卫星以来 大概从六零年到现在 大概五六十年了 对 它等于说在那边 它已经布局的不好 嗯 所以你要挑衅它 打破它这个控制 不是那么一天 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所以这个海上 像美国的海上 就是这个 我们找到这个海军的 就是说这个兴起 那它的这个海权的建立 它跟英国这个海权 这个既有海权之间 他们是怎么样去协商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并没有 后来一八一二年以后 他们并没有打 打过再打过 对 他们怎样通过合作 来进行这个海洋的 这个 这个 控制呢 就是这两个大的海军 怎样 没有发生成大的冲突 因为在19世纪 从1812年以后 那英国人就是知道 美国海军 虽然不是强大 但是在他那个地盘内 他不好惹了 所以他也不去惹他 他就跟他相安无事 可是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 他跟德国人有冲突的时候 他跟德国人 因为一个是沙克森人种 一个是热热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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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合作 因为刚开始英国人看不起 因为是英国大 美国小 可是到第一次大战打完以后 美国人跟英国人是平起平坐 像1921年的华盛顿海军协定 就是美国和英国人平起平坐 因为英国人不希望大家竞争下去 他已经财力上负担不了 那他希望就是说 经过跟美国人合作 在太平洋美国人帮他看门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打完20世纪以后 因为打20大战的时候 英国人几乎在远东 没有力量 全靠美国 那打完仗以后 英国海军彻底 从远东撤退 包括从地中海的撤退 从土耳其啊 对 所以现在变成美国人全包 就是英国人退出来的地方 美国人全包 所以他才会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霸权 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海洋 各个海陆 几乎就是都在美国人手里 原来是英美平分的 现在是都在美国人手里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海上的一个大的帝国 也有很大的海军的投射能力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要对抗不是最好的方法 合作才是最好的方法 对对对对 像英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合作 因为英国人大概就四十五 他现在英国的这个 就是说也是一个 世界上头等的这个强国 英国大概 英国现在有一阵子很久没有 没有航空母舰 他现在新做两条航空母舰 已经下水了 在试车 那伊丽莎白级的两条防空母舰 大概有七万吨 每一条七万吨 但英国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船过 所以英国现在在试车试这两条船 说实在我是很担心英国人养不起 因为建一个海军很简单 养一个海军很难 要花十倍二十倍的钱 对对维护这个 你看俄罗斯做了那么大一个海军 1990年以后全部乱在港里 最后卖废铁卖给人家 像我们那个 2090号人家记得 是当年人家当废铁 从乌克兰拖过来 乌克兰 他分家以后就卖 乌克兰当废铁 我们把它以废铁明明买回来 对他养不起了 养不起 对对对 就是说他俄罗斯后来 那么大个舰队 光是吃饭都吃穷了 对对对 我们当时看那个 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美国的海子 就是讲跟俄罗斯 跟苏联争霸的时候的冷战时期的 这个大的海上的这些 叫什么 潜水艇的这些故事 都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 苏联的海军力量 可以看出来当时那个 他潜水艇舰队 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 对最大的 但是技术来讲 它不是最好的 但是东西多 很粗糙 但是英国 我记得英国在这个 就是上世纪的时候 像在罗斯福大白舰队的时候 英国的那个 英国舰队的时候 比美国 比美国的规模大很多 规模大 技术呢 技术也领先很多 因为英国那时候 老罗斯福的那个 大白舰队到英国的时候 英国海军已经做了一种 叫无味级的战斗舰 就是全部是同一口径的大口径炮 就把美国的船就是完全比下去了 然后他的美国海军还烧煤 还烧这个蒸汽 这个不是蒸汽机 这个叫做 冲层引擎的这个 这个推进器 英国已经改成 steam turbine 然后烧油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 一个 续航力也大 嗯嗯 美国海军完全被比下去 但是美国人很快 英国人造了船以后 美国人两三年之内也造了 啊 威舰队的出现哈 这个是 造成一个海军 海军竞赛 就是英国人跟德国人海军竞赛 这是直接造成第一次大战的 主要原因 所以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那些事情 虽然是导火线 但是实际上第一次大战的起名 就是因为 德国人跟 拼命去追英国人的这个舰队 所以就是两边造成冲突 就一定走上不归路的 那不是 不是 不是说 在我们看到这些 陆地上的这些原因 这些 不是 完全是海上 海上竞争 海上竞争的这个 造成的这个 这个后果 哦 那这个 德国人因为陆权 跟海权 一起发展 嗯 就是资源也不够 所以 网翰讲过说你有一个 陆权有一个海权的时候 你是可以选择其一发展 因为你一起发展的时候 大概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那德国人的财力跟资源 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没办法发展下去 可能唯一能够海权陆权一起发展的 大概只有美国人 嗯 嗯 因为这个 他德天独厚很多 资源 有很多财力 但是呢 但是那个时候 当年记不记得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里根说要盖六百条船的一个舰队 嗯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盖 也没有 因为美国人盖到五百多条船 养不起 养不起 又把它 又把它 爆肺了 然后现在大概是三百条船 三百条船养起来也很吃力 这战监期的时候 作为海洋大国的英国的时候 它的很多海军的经费都是被控制的 因为 就像你说的 即使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 它有那么多殖民地的情况下 它也没有办法 这个财政维持这么大一个海军的开支 它还可以勉强 因为它很多船 好比说它有一个主力舰 叫做加拿大号 加拿大全国负担这条船的经费 另外还有一条船叫马拉雅 马拉雅来负责 没有这些殖民地以后 它很难去负责 很难去养这个海军 即使像美国这么有钱的国家 也很难去养这个海军 对对对 因为你还有民生 你还有各种 你要都拿去做军费的话 老百姓不干了 对 那个船 国内要革命了 船非常花钱 对对对 不是随便造一条船 光是船要航行 要油料 要维护 然后还要电力 在船上可以发电 但是这种种加起来 这一只船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船每年要进船屋 大保养小保养 这很花钱 然后那个船可掌螺丝要刮掉 不刮掉那个船就废船一点 对对那么大的船 那就是 对那看来当年日本 这个发展这么大一个海军的话 也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所以他到处去要亲爱别人 但是他又没有把马汉的道理活学活用 所以日本也遭到 就是说他起来很快 他下去更快 对 几年就下去了 他到今天为止 日本永远不可能再成立 像当年那样 当年那样 灰煌的一个海权国家 不可能 他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是他最灰煌的时候 最灰煌的时候 二十年代是胡适说他的 霸权无害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在世界上 就是在东亚称霸的时候 是没有对其他国家造成多大 具体实质性伤害的时候 但是三十年代就不一样了 四十年代就是他毁灭的时候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教训 那你给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美国的现代海军的发展 从他的马汉的理论 到他的海军的建立 到这两次世界大战 他形成了他海上的霸权 他这些要素在哪里呢 我觉得第一个 他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第一个地理位置 他虽然不是英国一个岛国 他夸两阳 就是他光从他海上贸易人口 也非常从事贸易人口 非常多 然后他这个也有这种 淘海生活的这种 以海为家的人口 他的资源也够 工业也发达 所以他这个两阳 对他没有构成一个 他又做了一条巴马运河 这两阳对他来讲是 他可以把两阳合为自由进出 这个对他来讲是 这个得天独厚 你看看我们沿海有多少岗湾 就是天然两岗 这个他做个基地 遍布到处都是基地 到处都是两岗 这个是完全是得天独厚的 那他整个海 你看老汉讲的所有的条件 他几乎都有 那这个就是对他来讲是 比较不费什么太大的力气 他就可以达成 就可以达成 当然这个富裕的程度 也像你说的 我们这个海岸 太平洋海岸 或者我们看大湘海岸 到处都是两岗 到处两岗 到处都是港口 对 所以这种东西不是说 就是说 这只有说老天给他是 非常后 对他后代 所以他这个天然的环境 阿汉讲的六个因素 他几乎都有 那别的国家要发展就是比较困难 因为少了这个缺了那个 不是那么容易的容易达成的 所以这个美国海军能够达到今天 也不是就是说随随便便就弄起来 也是经过200多年的努力 然后再上他的先天条件优厚 他的另外他的这些海军人员非常进取 对海军人员非常进取 然后他的海军的这种学院 跟海军官校 还有各个的指挥阶层 都是非常优秀 像你海军官校出来 服役了二十年 你退伍了 每个大公司都真的要 因为薪水还更高 因为你是良好的领导者 你是leader 再加上你是有管理经验 对 所以你到大公司 行动能力 决策能力 决策能力 对 这个我们讲的硬体很好 他软体很好 软体很好 对 所以这个你很难跟他竞争 这就是要积两百年的很深厚的功夫 两百年的功夫 对 他是两百年 没有英国人四百年 但他最近一百年 他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对 我就要回到那个电影里面 就是《狮子和风》的电影里面 The Lion of Wayne 他里面的这个 就是像你讲的这些军官 他一个captain 他就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主权 他能够再来说 我能够启动一个商量一下 跟领事商量一下 就能够启动一个军事干预 对 他的训练就是说 要决策 很快的决策 对 很快的决策 不能拖泥带水 对 他说你现在还在 德国人还在那边那个港口的时候 我马上就能够决定这边 我怎么样去救人质 对 那个电影是 等于说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海权的 一个小小的缩影 一个小小缩影 对 像汉朝的时候 那个班超说的 就是说 你打了我的人 你再美我必诛之 就是我追杀到你的门口 岁月必诛 岁月必诛 这个是 要很牛的人才可以讲出这种话 对 非常好 对 那我们非常感谢就是 您今天又给我们讲了这个海权的这些 这些大国的细节 我觉得又清楚多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观看